这是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的作品《醉花音》 我们知道李清照在年轻的时候 婚姻是非常幸福的 她与丈夫赵明成像神仙眷属 两人常常借着翻书来比赛 到底谁背的诗词多背的正确 书的人就以茶代酒罚一杯 但是这样的生活并没有过很久 因为国家的衰败 她跟丈夫开始逃难 逃难的过程里丈夫过世了 而他们所带的一些古话真腕之类的 又被没收 所以李清照晚年的生活 既孤独 经济状况又不好 可以说相当的悲惨 我们今天欣赏的这一却词 算是她比较早期的作品 写作的背景是丈夫赵明成 因为公务到远方去 李清照透过描述秋天 一种淡淡的哀伤 来发出她思念丈夫的那种寂寞和相思情怀 首先她描述秋凉的情景 薄雾浓云 愁永昼 锐脑消金寿 说淡淡的雾和天空中浓厚的云层 使得白天都显得充满了愁织 同志的香炉里的锐脑香快要烧完了 这个时间真是漫长而又无聊啊 接着说 佳节又重阳 预试杀厨厨 半夜凉出透 预试指的就是枕头 杀厨是窗杀或蚊帐 而重阳节已经到了农历的九月九了 这个时节到了半夜里 寒意已经非常明显 接着此人再说 冬离把酒黄昏后有暗香迎秀 在黄昏的时候 在种着菊花的园子里喝着酒 暗暗在空气中浮动的菊花的香气 浸满了她全身 莫到不销魂 连卷西风 仍比黄花瘦 且不要细说我有多么的忧愁伤心 当轻轻的风微微卷起沙帘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坐在屋子里面的那个人 她比菊花还要消瘦呢 有很多人都会好奇 为什么李清照的作品 充满了这么多的哀愁 即使古代规格中的妇女 在封建社会的种种束缚之下 活动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当然生活中的阅历也非常有限 即使是像李清照这样 属于算是非常难得的 知识妇女了也无可例外 所以对她们而言 生活当中的爱情是一件非常难得而珍贵的事 对于爱情的体会也特别的细腻 所以一旦与丈夫分别 不管这个时间长短 忍不住的就会伤春悲秋 而李清照又是特别的细腻敏锐 又有着绝妙的文字技巧 因此她的作品特别容易打动人 细细地去品味 我们会发现李清照特别擅长 藏而不漏的韵味 她没有写秋天 没有写菊花 没有写相思 没有写愁 但是在读了之后 我们会不自觉地 就生起一股淡淡的哀愁